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过来该如何的面对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 延续我昨天的一个话题 古海茫茫 尤其在台北股市 面对落水3000 整个台北股市的档数 高达2000多档 你要懂得只取一条影 面对这个时间点的台北股市的涨多 你要用钢铁人之心 回归到什么 回归到每一档个股的价值 所以我们等一下里面 还是会针对真正有价值的个股 在这个时间点介绍给观众朋友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部分 这个原因是你今天看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集中市场 它几乎收在今天相对的低 也不是最低 相对低 最低是跌91点 可是你看OTC市场是一路向上 因为现在的台北股市 叫做人气可用 因为太多的人 在之前 我们在这个节目说的 一万三千点附近 万事早过 晚过 它迟早都是要过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一万五 一万五千点这里 它有技术性的一个反压 所以面对这个时间点 台北股市的涨多 它是震荡在所难免的 但是如果你回归到 一档个股的价值 你不用去怕 这个台北股市会不会有涨多的震荡 你用资金去做切割 你就会避免什么 避免被嘎空手 你会避免未来里面来讲 过度的追高与杀低的动作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部分 就是OTC它是相对比较强 我们要回归到新台币 新台币在这个过程中 来到了30.5 大家知道30跟30.5 是很重要的新台币 在之前升破的一个关卡 升破之后 它就反过来 它会变成一定的一个支撑 所以到了30到30.5的新台币 你要再大幅的升值的可能性 它并不是有的 它不会像之前升这么多 但它只要持稳在这里 基本上被动型基金 就不至于大卖台北股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也要知道 慢慢的 慢慢的 耶旦节到感恩节 就感恩节之后 耶旦节到新令年 基本上外资是放假的 所以你看外资在昨天 虽然大买现货市场 但同样的 它会买台湾50反一去做避险 它不是看空台北股市 它因为它做了多的现货 它去回补了空单 借券回补 然后它就去做避险 因为面对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资金它到这里的升值 也会慢慢的趋缓 不会让强力的一个升值 既然是如此 不会去强力的一个升值 所以未来的力量主导 就是内资型的市场 所以你要去思考 哪一类型的个股 内资力里面 它是比较爱的 这是你要去做思考的 我们现在拉回到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说在这种过程之中 涨多震荡跟修正 它是在所难免的 它是在所难免 所以你要重个股而轻指数 因为我讲说新台币的升值 在这个时间点 它应该会比较缓 因为新台币你到30到30.5 升值会趋缓 内资力是未来里面来讲 你的观察的重点 现在的KD指标 你看指数里面 在这边是在高档上面震荡 KD指标它已经在修正 所以它目前是用什么 区间整理 时间来换取空间的修正 但最终如何还不知道 还是要看台北股市的结构 其实今天台北股市的结构 是还好的 不会像之前过度的投机 过度投机不是一件好事情 过度的投机 一定会造成未来的反作力 它是最强 它是最强 所以如果你那种钢铁人之心 我说钢铁心是非常重要的 百毒不清 你这个时间点 做好的规划 你知道现在面对的是什么 就是短线上面的涨多 但是长线上面而言 才刚刚开始而已 我说出生段 出生段 主生段 还有后面的三波 出生段跟主生段 大型股的涨幅 它不一定会输给小型个股 但是三四五 尤其是邪恶的第五波 当然就必须要拉回中小型的个股 但是因为在这种过程中 因为目前马上要进入到耶旦节 因为现在已经12月份的 第二个营业日了 过来新令年 这个时间点外资比较容易放假 比较容易放假 台币会不会大幅的贬值 不会 因为旧历年之前 有新台币的需求 因为整个一个贸易公司里面来讲的话 它对于贸易的需求上面 它会回归回来卖一些美元 所以这个是一来一回之间 它的新台币 我个人觉得它变成一个区间震荡 区间的一个震荡 你这个时间点要留意的题材 因为内资蛮重视题材的 跟所谓的基本面 基本上就11月营收利多成长股 集团跟法人的作帐 以及2023年的竹梦行情 跟什么 筹码 嘎空站 这个部分里面 你是可以稍微去做一些留意的 台北股市你想想看 为什么要用一个钢铁心 钢铁人之心 来面对台北股市的涨多 当时候从1万多点 1万3千点之下 它涨上来 我们跟大家讲 多方已经进行 一直到这个时间点 你为什么涨多 你也不用过多害怕 它是面对到之前 它的套牢区 但是这个只是出身段 所以我们在经营的目标 就是把什么 我在之前就说过 把这个中空结束掉 你看那季线要上扬了 季线已经确定上 明年把什么 年限里面来讲话结束掉 也就是说 长空会在明年结束 所以当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做好的规划 你回归到这一家公司 今年的获利 明年的获利 现在的股价 对应它的一个本益比 它的成长性 对应它的一个价值 你何惧之有 就像在今天里面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讲 所谓的一个绿电类 发电类 我在昨天是不是就提醒大家了 我说台积电 他们的一个CEO讲 政府你未来五年 你要非常注意缺电的问题 你看今天是不是发酵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在当时候就跟大家讲 五十几块的中心电 我就说 如果它现在才五十几块钱 五十几块钱 今年就是赚五块钱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资金切割 你巴不得它再跌下来了 对不对 你说现在涨上去了 你说已经到了前波的一个 所谓的压力地带 你害怕你就卖一半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我说台北股市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它大概分成几个 我说这个时间点里面 它第一波 它一定是有资金面 资金面 从之前里面来讲的话 潮水退了 连游泳池的水都没了 到现在的 升息的一个趋缓 它会造成什么 游泳池 虽然只能泡泡酱 但它不会再被抽干 它就会有资金里面来讲 在这边引动 尤其之前跑到 美元的资金 它会回归到整个一个台湾来 这部分留意的 基本面上面是这个样子 基本面我在之前里面 是10月18号跟你讲的 现在已经多少月了 12月了 我说已经是低点了 我说这个就是低点了 我说13000点就是这个 就是低点 万事是迟早会过的 那你就是要去先选什么 需求出来的个股 对不对 那就是电子产业 所以你要先从什么 整个供应端的减少 需求端会上升的个股里面 去做选择 我等一下里面会跟他讲 怎样去做选择 那沿路以来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讲你的机会 从一开始 我说当整个一个大盘 他还没有开始上涨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我们借进到美国股市 生技医疗个股是最好的 我给大家看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看清楚 鼠方跟大家这个时间点 跟一般的一个投股老师 有什么不同 我不会跟在人家后面 跟在人家后面 你永远只能追高 我跟你讲的中兴电是50级 你今天看到大家在讲的中兴电是60级 你要选哪一个 我说我在这个节目上面 我也跟大家强调 你不要把我看成一个100米冲刺的人 我没有办法跟那些人比 因为那些人来讲的话 他手上有的标股 鼠方我未必有 因为我没有做会讲 我不喜欢骗 我说我宁可错 我不要骗 可是我手上有的标股 他们一定会讲 可是你要认清楚 你要认清楚 谁是真的在操作 谁是用嘴巴讲 那就不一样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告诉你 你要去买升级个股 美国股市我最会涨的 就是升级个股 我介绍的是什么 我介绍是100多块钱的美食 100多块钱的保龄附景 对不对 美食我做比较长 我说保龄附景会做比较短 我都跟大家讲了 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我说大时代的过程之中 升级的趋势里面 你不要害怕 你要去了解到 升级代表是吃喝玩乐 运动生技的个股里面 他会去做转强 他会去做转强 可是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 你现在才看到了什么 大家现在才在讲 精华好强 可是那时候是多少 100多块钱 现在250块钱以上 今天最高已经是261 吃吃喝喝玩乐 网品也是这样子 一堆的股票也是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要去看到 我说解封的概念 个股里面来讲话 你自己看到一个美食 涨到我说200块钱以上 你这要注意 他已经在反映明年 在这种过程中 你去做追高 他只能够再去反映的 叫做嘎空 而整个美食 我是从80几块 100块钱 沿路以来 两年之中的操作 两年之中的操作 那有没有备数性的获利 你很清楚 另外一部分来讲 解封的概念各国 不是只有一档 不是只有两档 你自己看材料 从110块附近 沿路以来到170块钱以上 我说再追高 那是你的事情 昨天里面 我也跟大家讲了 很多的PCB 我以后就不再讲 我也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你自己再来看星星 130几 140几到160几 那我为什么不再讲 因为它面临到 前迫的套牢区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很多的一个时机点 你自己要清楚的了解到 你做的是什么 就像我在之前 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会介绍 吃吃喝喝玩意的概念各国 我就跟大家讲了 因为在过去里面 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好 我的总体经济 跟个体经济都很强 我说在当时候 整个台股 它是不是在9月份有个大跌 跟在之前里面的 升息的循环 2004到2006年 一模一样 当时候的精华就是大股 我这个图都拿给大家看 这个图都拿给大家看 大家自己去做留意 所以到了这里来 你看到了在最近里面 大家今天都开始这样 五年缺电上面的问题 开始讲风力发电 开始讲什么一堆 但是我告诉大家 真正最重要的是来自于除能 除能是一个企业 自己本身会做的事情 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一个留意 在这种过程中 不管是中芯店 五十几块钱告诉大家 不管是在5309的一个系统店 今天也是创新高 当时候在这边而已 这都涨了一层以上 甚至我们在最近里面 告诉大家 这是北美前三大品牌之一 它有自有的品牌 如果以现在的股价来看 它只达前三季获利的 大约10倍本益比而已 不含第四季 如果含了第四季 它连8倍的本益比都不到 8倍本益比都不到 明年又比今年里面来讲成长 来自于北美的一个订单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想想看 不要说别的 它只要回到10倍本益比 你都有波段上面获利的空间 还记得当时候的材料 为什么进去买吗 110块钱附近为什么进去买 因为我说它到前三季 今年里面来讲 就可以到15块 明年到17块 何惧只有钢铁星 面对这些高CP值的个股 你一定可以赚大钱 一个材料是如此 这一档个股上面不是也一样吗 现在本益比8倍都不到 你自己去做一些留意 当然具备波段上涨空间 我说只要是本命好的个股 高CP值的个股 你不要管盘面上面 有没有涨多震荡的修正 是的 台北股本来就是涨多 涨多本来就容易震荡跟修正 问题是你自己要很清楚 这一家公司它的获利能力 这一家公司的成长性 你在面对目前的盘局之中 你才有机会 就像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来讲话 如果你错过了这些的个股上面 我再告诉你 有这一家公司里面也是 它现在不但低本益比 还高值率率 比你钱放在台湾里面的银行里面好多了 股价就在相对的低基期 相对的低基期 看到没有 是不是低基期 低基期吧 然后这个时间本益比又低 又是高值率的概念个股 重要的是 这一档个股里面在历经长期的库存的调整的时候 它现在需求要出来了 这个需求来自于什么 新的一个品牌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伺服器 这个过程之中 如果它的殖率这么的高 现在的前三季已经跟去年一样 它去年就配了什么 配了殖率高达6个percent以上 以现在股价来看6个percent 你今年的赚钱又比去年更多 配更多的话 那你殖率更高 更何况我跟大家讲 它的需求上面来讲 已经库存调整完毕 明年的第一季 营收触底回升 现在里面就算含到前三季的获利 它本益比都不高 这种个股你要不要 又在低基期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说过 在这种过程中 为什么要重新回归到 这些高CP值的个股 因为我很清楚 台北股市短线上面是涨多的 你不能够靠投机个股 我说观众朋友太多人 就是因为没有赚到钱 他每一次都是这样 低档就是不买 高档就是过度投机 然后再过来 你就是血本无归 为什么不在这边里面来讲 明明只是一个出身段 台北股市来股海茫茫 2000多档的个股上面 那么的多 那么多具备投资价值 具备破断上涨空间的个股 你为什么不要呢 还有主身段 还有123 一共还有四波 所以你在这边担心什么 所以你在这边 你只要做好的资金切割 我说就怕它不跌 你做好的资金切割 第一个 不会涨的个股里面 你被嘎空手 被嘎空头 对不对 你保留的部分的资金 当它涨多震荡修增 你拍拍手放烟火 再去做加码 这就是你的一个心态 当你的心态正确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贪婪跟恐惧 而去做追高与杀地的动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对的时机点 对的个股 去做对的操作 这样才是一级棒的投资人 你也才可以过去里面 失去的财富 在这一波里面来讲话 从出生段之后 未来还有个四个大波 你在2023年讨回来 就是我在这里面来讲强调的 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一些的产业 来详细的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除能跟绿能里面来讲话 在未来的一个电子产业 或是所有的一个产业都很重要 因为随着环保意识的一个抬头 如果你没有去跨足到这个除能 或绿能的一个产业 你的产品是不能够卖的 甚至跟ESG黄平的一个评价上面 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才会说同样的比一比 我说你都应该超级比一比 你钢铁人来面对目前的涨多的一个压力 那你就是选择什么 物超所值高CP值的个股里面 去做选择 你先切一部分的资金进去 那你就巴不得赶快跌赶快跌 一些好的个股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50几块钱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就问过大家 我说如果中兴电现在是50几块 它今年是赚5块 你何惧之有 你资金切割有这么害怕吗 你巴不得它跌下来 你就不会今天里面来讲话 涨停满要不要追 你反而是说 那涨了要不要获利了结 要不要出一半 这是你的思考逻辑 跟别人都不一样 别人是在追追追 那何必呢 我说永远帮别人抬轿 那是很辛苦的 真的是很辛苦的 你自己看 在整个一个中兴电之前 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 我们告诉你 你自己很清楚 今天的一个中兴电 已经到65块2 65块2 这从50几块钱 涨到65块2 是不是创新高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另外系统电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主要的中兴电 它是因为氢染料电池 它去对应到整个一个高粒 8996的高粒 来对应 它的本益比很低 再加上它氢染料电池 是中兴电的子公司 他给它切割出去 给它IPO 什么叫IPO 首次的募资 公开募资叫做IPO 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就是系统电 我说系统电一样 今年2块出头 明年将近3块 也是2块出头 可是它本益比就低 当时候来讲话 是在4块钱附近 到今天已经45.3 这有没有一层以上 这也有一层以上 对不对 到现在里面大家就会讲了 这就是一个道理 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就说 主帮永远知道什么时候 该用什么样的策略 1月到3月的保守 到后来里面来讲 全面性的出击 我在这个节目就跟他讲说 万事早过晚过迟早都要过 你万事已经距离万事 1000点以上 为什么不能买 所以在400块钱的一个创意 有没有公开告诉大家 700多块钱 800块钱的世新 有没有告诉大家 我还是要必须告诉大家实话 不管是在创意 不管是在世新 很多细制裁的概念个股 依旧是2023年 在电子产业里面来讲的话 它比较属于高成长的 创意为什么在今年特别强 以前世新比较强 是因为世新过在过去 今年以前它的成长性强 所以创意在今年里面 它的成长性强 可是到了明年 因为创意的明年 它的预估 从今年跟世新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大家就觉得世新贵 可是到了明年 世新变成4块钱附近 创意是32 33附近 那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些 留意的部分 所以明年细制裁 成长性最大的 应该又回到了世新的一个身上 因为它会去接到什么 一些欧美新的订单 以前大部分都中国订单 它现在就会去接一些 欧美的订单 这就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我们说同样回来 元宇宙 它说元宇宙会不会是明年里面的 起始元年很重要的一个题材 当然是车用本来就好 不用讲 我说细棚下站久了 都有机会 但是重点是 主角还是配角 你只要去留意 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以目前Meta前三大品牌 Meta Sony跟苹果 苹果明年的第一季出来的 只是四水温 它未来里面还会再推一个超薄型的 这所有的镜头 基本上而言都是在郁金光 我今天看到一个杂志说 整个一个未来里面来讲话 伸缩镜头 伸缩镜头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主要是要下给大力光 我摇摇头 其实目前来讲话 那个伸缩镜头 就称之为折叠镜头 基本上而言 它可以 看得很近 那个其实郁金光也接到订单 这个是大家自己留意 如果郁金光今年是30块 你不要以为股价低就便宜 我就跟他讲说 中环股价很低 中环很贵 他赔钱 而且老板很喜欢做股票 对不对 郁金光他很高 现在400块钱 问题是他赚30块 他本一笔是镜头个股里面最低的 搞不好比大力光还低 这是你自己留意 明年大概34 你就自己想 我就跟他讲说 出生段跟主生段 不是都一定 大型的个股会跑出中小型个股 不一定 你自己要去想想看 国具为什么要把感测元件的个股 放在国具的身上 为什么 因为他把他是景气循环个股里面降低 他以前MLCC太多了 所以他叫景气循环股 景气循环股里面来讲 就没有办法给他太高的本益比 你现在降低 他MLCC里面 他占比降低 他的一个所谓的车用的占比里面升高 加上感测元件 今年里面减资之后 前三季 我说你不要拿老花眼看过去好吗 你们这个财务上面 你只要知道 你只会看电脑这34.74对不对 简直之后 其实是已经44.5了 今年里面就是50几块钱 明年里面就是60块钱 你觉得40几块钱 本益比那么低 前三季里面的EPS就已经44.5了 你怕什么 今天的国具 有没有再创新高 这就是大家自己留意 我在这些的个股上面 我不是长才讲 我每天都跟大家讲你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就是希望投资朋友 你不要犯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上面来讲话就是 你每一天都随着盘面上面起舞 快速性的轮动 一下子东也好 一下子西也好 挪扎的风火轮在那边大风吹 你被吹得东倒西歪 何必呢 拿出你的钢铁心 在这个时间也面对涨多之中 你就重新回归到价值 这一家公司他赚多少钱 我现在先切进去 后面怎么样 何惧只有 就怕他不跌 涨上去你就是有 这就是你在过去里面 你如果没有赚到台股的钱 最容易赚钱的一个时机点 因为现在才出身段 要跟着鼠方 把过去的财富失去的讨回来 在2023年成为赢家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全新的投资组合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